禮拜六,禮拜天也是一樣 禮拜天又要來一次 禮拜天如果說像 字的顏色變成紅的 底色變成黃色 像這樣 其他顏色也要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比較快 特別注意兩個方法 要不你可以用什麼方法 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可以 裡面的話有個新增規則 可以幫我們做 這好像我們之前也做過了 只是新增規則特別重要 可是特別注意 規則裡面有 123456 6種方法 但是這上面這幾種都不包含 因為他不是 要判斷什麼 儲存格的 最高最低或者是哪個值 這些都不行 只有一種什麼呢 使用公式 來決定 而且這個公式的話 要true force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true force 關鍵他配合 他可以用公式 可是公式你要想到 怎麼判斷是禮拜六或禮拜天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他有志願的嘛 你可以把那個weekday的 那個函數 輸入到這裡 來做判斷 OK的 只是說要怎麼做比較快 所以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怎麼做這個方法一 那方法二就是寫VBA 所以有時候如果你實在不會用這個 你寫VBA OK 只是說 兩個方法我都講一下 第一個方法 來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設定格式化條件 一我先把他覆蓬自己 我先把他復原好了 假設我不是這樣 一 設定格式化條件之前 一定要先告訴他什麼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所以 游標先放A2 Ctrl-ship向右向下 整個先選起來 你剛剛想說 這個範圍就是我要 有點像是 VBA裡面的跑的回圈 回圈範圍 你說這個範圍是你要幫我找的 接下來第二個工作是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新增規則 那規則的話特別是禮拜六 所以記得一定只能用這個 游標放下面 那他的那個邏輯 第一個先打個等號 等號的去意思就是有點像當 當什麼呢 當week 所以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他沒有辦法提示 所以這個可能你要自己 把這個 函數要記起來 Ok weekday 不難講weekday 然後刮鬍 接下來呢 特別注意 跟他講 你的那個 選取範圍 起始的那個儲存格在哪裡 也就是說你要從哪一個儲存格開始幫你做 那個 做 規則的判斷 所以跟他講說我A2 請你幫我從A2開始 意思說在這個範圍的哪一個出征開始 Ok 那我們A2 所以這個是什麼 當 這個weekday 所以 底面的這一個 所以他會先抓這一個 再抓下一個 再抓下一個 直到沒有為止 禮拜六的話等於 所以特別之外會有兩個等於 不要答錯 那禮拜六應該後面等於多少 等於7 OK 這個就公式了 可能比較容易記不起來的是這個 其實我剛開始也是記不起來 所以我把這個當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設定格式 什麼格式呢 字改成深綠色的好了 你可以自己選 填滿就是底色 改成淺綠色的 一個深綠一個淺綠 OK 按確定 好 意思說當 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就幫我做這個格式 那不就等同什麼 一個一個用 人工去選 到底是一樣的 只是說他幫我全部自己判斷完畢了 好 這個其實公式可以先複製一下 為什麼 因為禮拜天要來做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禮拜六全部做完了 那禮拜天怎麼做 再新增規則一次 再設定那個規 使用公式來決定 然後呢再把它貼上 把這個數字改多少 改成1就好了 因為是禮拜天 OK 記著 VDay我講過 你就 乾脆你也不用記太多了 你就記這個是美國人設計就對了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他裡面還有其他的參數 可以把它改成禮拜 1 是第一天的 可是後來發現 那個還是不要弄 因為你變成兩邊不match 最後變成說 可能那個格式部分 跟你 變化的那個結果兩邊不match 他把那個 1 變成 顯示出來 本來你應該顯示 周一的 結果因為格式 還是美國人的思維 所以 顯示出來就變成 周日了 所以 乾脆你那些我都沒講 為什麼因為你不要用那個好 我覺得用這個方法會比較容易一點點 那格式的話就是底色我用黃色 色的話呢 我用紅色 反正你就自己選一個 顏色自己可以選一個 好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禮拜六 禮拜天 再次 再次 谢谢大家